基隆市長謝國良罷免案 將在十月十三日投票 謝國良今天表示 黨中央的最新民調 同意罷免的比例 沒有太大的變化 但是不同意罷免的比例 提升到百分之四十九 他說上任之後 續服的財政是二十年來最佳 前基隆市長 民進黨秘書長林又昌 則是表示是自己留下了好的財政 而且中央統籌分配款 多給基隆二十六億 二十六號上午大雨來得猛又快 基隆安樂區基金一路和邁進路口 馬路又成小河流 基隆市長謝國良 立即取消既定行程 到災害應變中心指揮 今天早上也打電話 給氣象署的署長 也感謝他們 大家討論出一個 更實時能夠掌握 天氣變化的一個方式 曾被綠營議員批評 淹水反應慢半拍 謝國良這次迅速坐鎮 避免再被攻擊 稍早他接受廣播節目視訊 專訪談十月十三號罷免案投票 表示目前心情相對平靜 強調罷免案沒正當性 而比較黨中央在六月底 和近期所做民調 不同意罷免的比例上升 要繼續努力 把不同意罷免的人 催出來投票 避免大罷免潮 在明年蔓延出去 不同意罷免的人 就是反對罷免的人 從一開始的不曉得要投票 從一開始的六十一比二十二 二十二是我們這邊 不同意罷免要出來投票 最後他們這邊從六十一 降成了三十六 我們從二十二變成了四十九 謝國良強調 一年八個月來做了很多事 還債十億上任後市府 財政是二十年來最佳 前基隆市長 民進黨秘書長林又昌 二十六號受訪反駁 是自己留下好的財政 且中央統籌分配款 多給基隆二十六億 而謝市府爆發離職潮 沒有人才 有錢也只會幹蠢事 如果沒有人才的話 就算有錢 也只會幹蠢事 本來一輩子在管漁船的 被調去管公車 管體育管體建的 被調去管市場 而遠見雜誌二十六號公佈 二零二四年縣市競爭力調查 基隆市總體競爭力排名 全國最後一名 社會永續 治理永續 教育與文化 公共安全與消防 治安和社福分向皆最後一名 不過環保與環境品質 生活品質與現代化 全台進步最多 記者林曉惠 沈志明 吳家寶 基隆報導 吉祥 全台 天吶 什麼 都能夠 都能夠 眾所 全台 天吶 從 十三